立委選舉落幕 幾家歡樂 幾家仇 台北市長柯文哲 16號晚間在臉書發言 恭喜台灣人民以民主選舉的方式 證明自己是台灣這一片土地的主人 除了恭喜新任總統蔡英文外 柯文哲也祝賀所有新當選的立法委員 希望能為國會帶來嶄新面貌 雖然沒有實際參與選舉 但柯P的非典型輔選威力強大 堪稱大選吸票機 從基隆走到屏東都有柯P的身影 跨黨派柯文哲輔選過36位立委候選人中 有25人當選 輔選戰鬥力高達69.4% 當中台南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更是當選全國最高票 其中新北市柯文哲輔選 包括民進黨以及時代力量在內 七位立委候選人 七位全上 選舉的結果 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 我們都希望可以改變台灣的未來 我們真的做到了 全南輔選交出好成績 柯P立委佔立院總席次近四分之一 加上蔡英文確定執政 柯文哲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好關係 白色力量跨出首都 展現更高格局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吾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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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者維吾選擇